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12日 星期三 一間位於上水 受賣火鍋食材的店鋪 叫做熊貓市集 姓何的負責人昨晚被兩個刀手用戒刀施集 背部皮開肉爛 刀手逃去無蹤 根據了解這位被襲擊的人士 姓何的 就是這個黑幫 姓和四眼署的小子 這次之所以成為了目標 懷疑在今年5月前 荃灣區一間凍肉店刑事委壞案有關 被凍肉店的負責人 水房前坐管肥威人馬覆卓報仇 講講這單案 上水新康街車15號的熊貓市集 39歲姓何的負責人 昨晚被人用戒刀襲擊 左手 背部 多處都有戒傷 右邊面更加有一道長達4厘米長的傷痕 被送往北區醫院治理 目前情況穩定 黑幫 戒刀 這個工具真的很少聽他們用 今天都一連講兩宗黑幫的新聞 紅貓市集專售賣火鍋材料 剛才都講過了 開業只有一個月 所以昨晚八點多鐘 這個姓何的老闆 就在門口休息 突然間有兩人來戒刀他 之後就向龍峰花園方向逃去 根據了解 首先說紅貓市集這間店 負責人姓何 姓火 四眼串門生 所謂的同行是余迪國 今年的五月 水房前坐館肥威 有人馬在荃灣村隆街 1833號地下開了一間火鍋冬肉食材店 被人打爆了一個凍鬼 那荃灣那間店 即是水房那邊的那間凍肉店 就覺得跟上水這間紅貓市集的姓何負責人有關 所以就報復用戒刀戒他的臉 同行余迪國 一間上水一間在荃灣 大家各自做生意都應該沒有問題 那究竟這兩班人有什麼瓜葛 即是水房那班和聖火那班有什麼瓜葛 甚至乎是那兩間凍肉店 有什麼瓜葛呢 就真是沒有人知道 那其實人家只是拼了你的凍鬼 你就拼回他的凍鬼 戒到人家花臉貓有什麼位置呢 而根據一些讀者 其實他們就是天眼片 那些是攝影機 可能他們拍到天眼片 顯示到兩個刀手犯案的身形 兩個刀手是中等身形 穿黑色衣服 戴鴨帽 大埔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第二隊正在追輯兇兇兇 調查這個司集的原因 O記要解僱很容易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分享訂閱PATREON頻道 允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MING MING